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 执着的人心里挂碍很多 那么过分我执呢 常常也是因为领角太多 刺着别人满身是伤 那么怎么样消除执着 我和我执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那么在谈消除执着之前 我想先请教师父 就是我们常说 无爱无师但无更爱真理 那对真理的执着 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呢 其实 所谓真理 也是一个假象 我们这个世界 世界根本不可能有真理 怎么说呢 今天的真理可能就不是明天的真理 西方人的真理不一定是东方人的真理 特别是宗教上的一种执着的真理 往往这个宗教认为真理 那个宗教认为那个是魔 那哲学上的真理也是一样的 哲学上的真理 哲学的哲学派相当多 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为止 有所谓现代哲学 有后现代哲学 这些思想都是呢 就像这个长江 作为前浪啊 退后浪或者后浪退前浪啊 不断地在这个 随着时代的环境的变动啊 而在变化 所以是世界上并没有真理真理的 如果说是一定要说说无爱无师 无有爱真理 只能够说它暂时间呢 它坚持一种原则 一种想法 或者是一种哲学的观念 那么这个呢 你说完全是错的 也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任何一个哲学思想 或者是科学的一个原则 或者是科学的一个方程式 或者是什么 但是呢 这些东西暂时好像是对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 又有另外的新的 更好的这个观念 或者是方法出现的时候啊 旧的东西又被淘汰了 所以执着只能够说 一时间呢 你现在还没有更好的东西之前 可以说你这是好的吧 你不要说 这是永恒的永远的 一定是不变的 一个原则 或者是一个真理 世界上是没有的 可是师父刚刚说 就是说有的宗教的这种 教义啊 也不是真理啊 也是会随时在而变 那我想到就是说 像我们佛教徒 很执着于佛法 认为佛法就是真理 那这是不是 执着佛法也是一种执着呢 是相对的 在不知道佛法的人 没有懂得佛法的人 我们一定要讲 佛法是最好的 佛法是真理 如果已经知道佛法的人 已经用佛法 而且呢 用得相当顺熟的人 就告诉他 佛法这是一个方便 而不是啊 就对的 永远的 让你抱着 不要放的一个东西 那在金刚经上 有一个比喻啊 所以一个人 要过海 或者是过河流 你要 这个蹭一条船 或者是呢 蹭一个桌法 或者是 什么墨法 那你过河的时候 需要那个东西 所以你坐在上面 是抱着它也好 坐着它也好 那是撑着它也好 那是应该的 可是呢 你过了河以后 老是不下船 老是带着船上 就抱着那个摩头 抱着那些做法 那你永远上不了岸了 所以一定要把那个船放下 才能够真正上岸 因此呢 复法讲真正的解脱的话 要把复法放下 连复法都不要执着 连复书说的任何道理 全部放下 这个时候 那真正的不到解脱的 那就是啊 所以自在 那因此呢 对复法的执着呢 可以说 是对于凡复 对于愚痴的人 对于需要执着的人 让他执着复法 但是呢 已经呢 用复法用得很好的人 叫他放下佛法 然后真正值得解脱 是 所以这么说来 佛法只是一种工具 佛法是一种工具 对 是 可是那么这样子 过分的不执着 是不是也会导致心无定见呢 不执着跟心无定见之间 是不是也有差异性 不一样 这个不执着 是要经过有执着的阶段的 一个是呢 执着自我的 个人意见 那是我们要把它放下来的 放下自我意见的执着 这个是偏见 然后这种社会真理 那执法也讲的 比如说藏了我尽 或者是啊 这个讲的这个苦记没到 讲的呀 生老便死 讲这些道理 我们把它当成真理看 但是呢 你已经用这些真理 用这些道理呀 来帮助自己 来帮助他人之后呢 你不要再认为这个东西呢 永远呢 是你抱着不放的东西 那应该也把它摆下来以后啊 你才是真正的解脱的 这个并不是说没有定见 有定见 一个定见 这个定见呢 这是一个层次 一个过程要有 那么过了这个过程 那这个定见也要放下 那所有的定见 统统放下之后 那你才是啊 真正所谓自在 所谓自由 那那是有没有定见了呢 还是有 以众生的想法为想法 以当时的环境的想法为想法 这个叫做随缘度众生 随缘度众生 并不是等于说 是执着 而是呢 在不执着之中 有它的一定的原则 那就是坚持原则了 师父 我听得越来越糊涂了 那你说以众生的 以众生之鉴为鉴 那我们知道说众生有的时候是愚痴的 那我们也要把愚痴的 愚痴之鉴当作我们的鉴解吗 哎呀 问得太好了 愚痴的众生呢 他们虽然是愚痴 可是呢 众生的不是某一个众生 而是整体的众生的共同的需求 但是众生也许自己是不知道的 自己不知道要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观察了以后 很清楚的 所有的众生是需要什么东西 或者这个时候 这般众生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下到好处的给他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根据师父的开示呢 到了最后的时候 连佛法都不要执着 那我们怎么样消除执着呢 欢迎你下一集 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佛法的智慧